我们有了这个远程的版本库以后,就可以使用GitPush,去把项目在本地版本库里面的一个分支推送到远程的版本库里面,GitPush,这里可以使用一个-U的选项,它是set upstream的一个简写的形式,意思就是去跟踪远程分支的一个变化,然后是这个远程的一个名称,刚才他们创建了一个叫做origin的一个远程, 这个远程指定的就是我们在GitHub上面创建的Movitalk这个版本库,最后就是要推送的一个分支的一个名称,我们可以先把master这个分支推送上去,输入master,这里会提示我们要输入GitHub上面的一个用户名,然后再输入密码,再回车,这个时候Git就会做一些工作去统计对象的数量,去压缩,然后去上传, 那么因为我们这里是第一次pushmaster这个分支,最后会提示说branchmaster set up to track remote branchmaster from origin,那么意思就是master这个分支会跟踪origin上面的master这个分支,我们可以先回到GitHub上面去看一下,这里我们可以打开刚才创建的Movitalk这个版本库,这里会显示出我们刚才推送上来的这些东西, 那么也就是项目的master这个分支,这里不仅仅包含项目的一个代码还有文件,还会包含我们在master这个分支上面的所有的一个提交,我们可以点开这个commits,再打开这个branch分支去看一下,现在这里只会显示一个master分支,一会儿我们再把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也推送上来, 再回到我们的终端去看一下,查看本地分支用的是gitbranch,再加上一个a参数,这样可以显示出所有的分支,如果想要查看远程分支的话,我们可以使用gitbranch,后面再加上一个r参数,表示要查看remote分支,这里你会看到一个origin斜线master这个分支,那么这个分支跟普通的分支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你不能够切换到这个分支,那么因为git会使用这个分支跟踪远程版本库上面的这个分支,在后面的视频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演示来理解一下这个跟踪是怎么一回事,下面我们可以再把这个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也推送到origin上面去,也就是在github上面的版本库里面,输入git push origin,要推送的分支是mobile feature,这次我们并没有使用那个u参数, 那么这样的话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就不会跟踪远程的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的变化,完成以后我们可以再回到github,打开这个branch,在这里除了master这个分支以外,你还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推送上来的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